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很吸引我的点 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细节 很有上学的时候 他那种朦朦胧胧 然后又是两个人又很有默契的他那种感觉 就这种小点特别戳我 陈正在跟周四月人物还是贴合度接近百分之百 自己会觉得我比较喜欢他高中时候的样子 可以从这个剧里面回想到很多以前自己的样子 好玩的事肯定是有很多的 有一场丁线说英语 那场戏是怎么拍的 然后我一进去就直接拍了 然后我一听到他那个英语一瞬出来 我就受不了了 然后那场戏本来的设定是在憋笑什么的 对啊 没事 没事 找人看你 没感觉 本来就是要他念得不好 因为他是从客山来的嘛 要和杨春梓有一个对面 我们从其搜的前面 我们俩都已经有了心理暗示了 他说你不会叫你搞笑 但是他看我那个声音都消了 你要注意 哦 我知道了 他一站起来我就 打电话 有一场我们去看烟花 那个时候导演说让我们就是举着手 陈正在阳老师不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动作 他问我说你去看烟花是什么 我说耶 就这样很开心啊 他还有问宋子齐说 宋子齐你怎么举手的 然后宋子齐就说我也是耶啊 这样那个 就所以就说我不能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做这个动作 就有感受到他的不知所措 哇 结果了 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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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为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天天都是夜戏吗 就是都是最后几场 然后后面我每次一来 杜河通来了 那快收回我 真好 我感觉大家都挺像角色的 谢谢 我就在鼓中几点跟他们各色相片 就是看着腓部 你刚才发南 那个月道全都可以 很不容易 我感觉到一个至少 真的 你很不容易 你不需要